年轻的商机还有这一项Podcast 根据美国的调查 Podcast市场现在如光速般成长 从2015年的1亿美元一路往上飞 2018年4.7亿 预估2021年会突破10亿美元 这个新减起的声音经济 到底靠什么赚钱呢 答案包括了粉丝赞助 付费会员 置入行销 插播广告还有付费节目 而且回到台湾 有人说2020年是台湾的Podcast元年 因为早在2000年 台湾就有Podcast节目 问题是十几年下来不受关注 直到2020年才暴增到800多个 而且细看一整年的大型节目下载量 从3月份的6000多次 一路到7月份的4.2万次 平均月成长率更超过了67% 尤其当我们以为 这银串流时代来临的同时 没有想到声音 这个最单纯的传播媒介 迎来了大爆发 也再生出许多指扣 声音的意见领袖 他们是如何说进了 消费者的心坎里 进而带动新经济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拆解 这藏在耳朵里的新商机 喂 喂 喂 Kent再讲话一下 好 可以吗 可以吗 OK 好 两个先了 OK 好 那你帮我拍 当影片的开头 只有声音没有画面的话 你会停留多久呢 这个时代正颠覆着我们 所有对媒体的想象 欢迎来到百灵果新闻 这是Kent 我是凯莉 他们是百灵果 号称华语界最自由的 双语国际新闻 成立三年 粉丝称他们是 Podcast界的邪教 只花半年 他们单月收听次数 暴通 突破百万 甚至离开录音室 来到陆港 还能吸引超过三千人 前来捧场 到底凭什么用说的 就能让听众爱上冷门国际新闻 关于这点 如果当你待在录音室十分钟后 就能找到答案 这段期间我跟凯莉 因为我们 因为美国最近大选嘛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有听说 什么跟什么 我国防会加委员会 今天这连续一堆新闻 我都是不知道大家在想什么 So stupid 干嘛 笑什么 没有啊 那我们来聊一下服务员爱 好不好 好 只有每隔三分钟 就能听见两人充满魔性的笑声 让硬邦邦的国际新闻 瞬间评译近人 但更多的是 在他们嬉笑的背后 要说尽你心坎的东西 因为玄运的关系 我们觉得推广国际新闻 在那个时候 台湾好像比较少聊国际关系 就觉得这个很重要 其实非常多年前 我们也还没有正式开始做节目 大家最喜欢讲 台湾是鬼岛 鬼岛 鬼岛 其实台湾跟国际比起来 一点都不鬼岛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 可以让大家认识一下 其他国家发生什么事 然后看看我们 其实我们一点也不惨 于是当我们以为眼球经济 才是媒体主流的同时 这个时代又无预警的 把我们拉回最原始 但传选度极高的口语传播 也让Podcast这个唇号声音的平台 快速崛起 根据业内统计 台湾Podcast平台下载数 一年成长579倍 在Podcast的收听人口 则是上看180万 相当于广播收听人口的42% 其中月收入达到5万以上的 支持分子占了四分之一 也让经营Podcast三年 几乎没借过什么广告的百灵果 几个月内价位就翻了20倍 因为我们真的是全台湾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个 开始做广告的Podcast 所以我们真的最一开始的价格 就是2000块 所以真的涨20 没有啦 一开始那个1000而已 1000块 所以真的涨20倍 其实都还不是多少 我不知道1000块20倍是多少 2万块 那当然已经不止了 所以看你怎么看嘛 其实在这个声音战场上 被唤醒的不止Podcast 还有一家62年的老企业 这是全台最大的 影音设备代理商制成集团 在台湾有超过八成的 Podcast设备市场 都是他们吃下 你所想得到的录音器材 录音设备都来自这里 这家超过一甲子的老公司 最早从中华路的相机接起家 传承到现在 已经到了第四代 我觉得就是我们有抓到 时间点的契机 什么叫时间点 比如说现在在流行YouTuber 我们有代理到YouTuber的产品 我们在流行Podcast 在我们看到 尤其我的接班人 他有看到现在在欧美 已经在红了 有代理到这样的产品 进来了以后呢 真的一家一家的来找上我们的公司 那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维修中心 我们各个技师 他们都有负责不同的产品线 邱鸿豪第四代接班人 三十五岁的他 是让这家老牌代理商 转型的关键人物 在二零一九年 当大家对Podcast一知半解的同时 他们抢先和百灵谷合作 那时百灵谷的粉丝数 连现在十分之一都不懂 那那个时候 我们公司看到的时候 就在研究说 Podcast这个时候 在台湾还算是小众 可是那个时候 我已经知道说 在美国其实已经非常盛行 那我们认为说 其实台湾在整个亚太区的地位 是非常领先 而且算是潮流都走在很前面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决定 来投资Podcast 拍摄时还拉着父亲一起受访 看得出这位第四代 在接班的路上 仍旧压力不小 但是是造英雄 邱鸿豪在这场媒体战役下 用眼光打响第一仗 在2020期间 我们那一年的Podcast的设备 带动的这个新媒体的成长 有十倍 整个营收 整个影响力都提升 那截至到2021年 整个Podcast相关的新媒体 应该已经15倍以上的成长 我觉得一个传承 最主要是你对这一个试验 有没有兴趣 虽然还年轻 但我相信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念 跟这一个努力 快速跟弹性化是不是一个企业生存的本质 没错 真的 现在这个速度 我觉得是企业非常非常注重的 速度让这家老公司追上时代 他们自组维修团队 让好莱坞剧组来台拍片 器材故障 不用送回原厂 甚至自己还开了一个电商平台 从进货 贩卖 送货 维修 直接一条龙面对消费者 打破代理商 只能替人打工的宿命 最后这两个故事得到一个结尾 媒体人就没死 只是换成了你更喜欢的样子 当藏在耳朵的经济拆解后 才发现 他们成功的关键 不是跟上时代 而是看见许多